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,29日报道,伊朗高级官员当天表示,不会与美国和欧洲国家,就伊朗弹道导弹项目进行谈判。 报道称,美国去年退出伊核协议,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。 原因之一是伊核协议,并未遏制伊朗发展弹道导弹。 而一些欧洲国家,近来也对伊朗导弹项目提出质疑。 法国外长乐德里昂日前表示,如果对话无法让伊朗停止发展导弹项目,就准备实施对伊制裁。 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,29日称,敌人说伊朗导弹项目应该被铲除。 但我们一再重申,我们的导弹项目没有谈判的余地。 原标题,十二国二二所军事院校学员代表,齐聚陆军工程大学。 外军学员体验中国联,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, 中国军人热情、温暖、友爱。 中国军校的生活很精彩。 图为陆军工程大学学员,代为外军学员介绍中国节。 断尾设,飞机缓缓降落。 南京城从地图上的小红点,逐渐变成视野中的一座座高楼,一条条马路。 客舱里的外国小伙儿,显得异常兴奋。 指着窗外不停地跟同伴说China,China。 它叫皮昂。 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大三学员。 与此同时,来自亚、欧、非、每次大洲十一个国家的军校学员,也正从不同方向飞来。 他们将在南京与11所中国军校学员相聚, 共同参加由陆军工程大学举办的第六届陆军国际学员周。 陆军国际学员周旨在为各国陆军青年军官学员搭建国际交流平台, 拓展中国军校学员的国际视野,促进各国学员相互学习借鉴。 这一周,中外百余名军校学员,共同编入一个国际模拟连,一起学习、训练、生活。 探访这个不一样的中国连,笔者深切感受到, 中国军人的成长年轮,正在国际化视窗下丰厚起来。 与其担心,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担当,中国军人正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为了更好的了解第六届陆军国际学员周,笔者提前一周找到了外事参谋王忠锐。 交谈中,王忠锐对国际学员周的发展历程,内涵理念、品牌亮点,以及自己的所思索感侃侃而谈。 活脱脱一个热血青年。 这种热血由来已久。 十年前,王忠锐以学员的身份,参加了国际学员周。 曾在国际舞台折战群雄的他,如今已是这项活动的组织者之一。 在王忠锐的学弟们身上,依然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。 笔者采访过程中,学员向浩龙风风火火地打报告进来。 先进了个礼。 然后摊开了攥着的发言稿,请王忠锐给他指导。 出乎意料的是,平时老爱挑毛病的王忠锐,只是简单扫了一遍稿子。 并跟他说,挺好,让他回去琢磨语言表达和肢体动作。 看着像浩龙的背影。 笔者忍不住问,这么重要的场合。 不担心吗? 与其担心? 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担当。 王忠锐话语间透着自信。 两天后,笔者来到国际论坛现场一看究竟。 信息化时代,虫子都可以当兵了。 指挥官该怎么办呢? 伴随着一款昆虫机器人的动画,像浩龙一开场就把大家吸引了。 台下,一双双挑剔的眼睛,考量着他的发言。 他演讲的主题是,如何培养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指挥军官。 各国学员听完他的演讲,纷纷举手提问。 台上,向浩龙面带微笑,一一进行解答。 最后潇洒地走下讲台。 现场掌声不断,目睹这一幕。 笔者朝王忠锐竖起大拇指。 他笑了笑,做出承让的手势。 深入了解,才知道他的底气所在。 近年来,中外军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。 中国学员在国际舞台展现自我,分享智慧,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 就在一个月前,向浩龙刚刚赴韩国陆军军官学校,参加了2018年花廊台国家安全论坛。 不只是向浩龙,在活动的每一个环节,都活跃着中国学员的身影。 他们积极主动地与外军交流,聊学习,训练,城市,国家。 与他们在一起,总能看到一种积极和自信。 梳理国际学员州的点点滴滴。 以着感到由衷的欣慰,中国军人正努力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未来,是属于学习者和探索者的青年军官的担当。 决定着军队的底气。 未来战场上,无人机无处不在。 坦克该怎么办? 犯后,各国学员漫步在校园。 远处停放的一架退役坦克,触动了巴基斯坦学员海德的思绪。 在海德看来,信息技术就像潮水一样奔涌而来。 各国军队都要蓄力提升智能化水平。 否则,很可能会落伍。 然而,泰国学员帕努瓦特,却有着不同的观点。 他认为,军队的建设重点,还是在人,指挥官的系统思维和战术运用。 可以胜过任何机器的程序运行。 这个问题,可能没有标准答案。 但各国的准军官们,都把眼光放得长远。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 联合作战、智能军队、国际合作、和平建设。 这一周,在中国军校的校园里,处处都是这样的声音、这样的话题。 信息时代的变革让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。 未来,属于学习者和探索者。 在陆军工程大学校领导看来。 世界正发生深刻变化。 青年军官有多大担当。 决定着军队发展的底气和走向。 模拟联合国维和分队行动推演现场。 学员们要以联合国维和步兵营营长的身份。 对某国武装冲突情况,进行分析判断。 提出具体方案。 笔者看到。 国际模拟联联长,中国学员刘金锐的表现颇为强眼。 曾多次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的他。 经过长期的学习研究。 对冲突双方心理行为,有比较全面的认识。 讨论过程中,他对冲突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。 并带领小组快速完成方案以致。 赢得了大家点赞,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。 是巴西学员曼索一直以来的梦想。 从进入军校开始,他便广泛学习各类理论知识和军事技能。 这次来到中国,他更是给自己好好补了一课。 那天,曼索特地来到兵棋俱乐部,观看中方学员进行了一场战役模拟推演。 方策棋盘,战局瞬息万变。 这让曼索深受启发。 整个过程中,他紧盯屏幕,认真记录作战进程。 随后又与俱乐部成员深入交流。 详细了解兵棋推演的原理方法,模拟条件和实施流程。 离开的时候,他与中方学员一一握手,不停地说,谢谢,你们是我的老师。 在国际学员中的舞台上,任何人都可以是老师。 这些天,外军学员描述的跳伞、搏击、丛林侦查,甚至部分国家学员讲述亲历的战场环境和军事行动。 同样让中国学员受益匪浅。 要有和平的愿景。 更要有争取和平的能力。 年轻一代的成熟。 彰显着一支军队的胸怀。 笔者见到女生班班长王小宇的时候,她正在教南非学员玛丽写汉字。 这一天,王小宇忙前忙后打理班级事务,帮助学员解决各种问题。 姑娘们都学会了用声色的中文,叫她班长。 玛丽觉得这位班长像姐姐一样。 那天,她在笔记本上公公整整地写下王小宇三个字。 写完,她还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爱心,两个女生相视而笑。 画面温馨动人。 新的交流。 能跨越国界,超越语言。 这些天,外军学员体验中国传统文化,到中国军官家做客,参观探访中国军营。 中国敞开怀抱。 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了中国军队的生活点滴,育人体系和事业格局。 和,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。 也许外军学员并不太懂中国的语言和文字。 但是悠扬的古正生,灵动的太极剑,轻柔的采威武,都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,表达中国军人的热情友好,和平可亲。 来到这里。